各位网友大家好 最近很多外国媒体 美国媒体都在疯传 说川建国川普有可能自行组建政党 就是离开共和党 自己组建一个美国的政党 而且呢 他的这个党徽都已经确定了 就是这个狮子形状的这个党徽啊 有别于炉像 就是共和党民主党的这个党徽 那么川普的这个举动如果是真的话 那我百分之一千一万举双手赞成啊 太好了 我绝对是支持川普继续搅乱美国 分裂美国民众团结中国老百姓 这个消息啊 它绝对不是虚构的 它是有可能的 因为川建国啊 大家仔细去听一下 他卸任前的这个演说 就是今天发布的吧 他在这个演说的最后 他留了一句话 非常有悬念 他说什么 我们发起的运动才刚刚开始 就像这个郭文贵说的一样 一切才刚刚开始啊 同志们团结起来一定要组建一个政党啊 川普已经跟他的很多幕僚啊 智库已经讨论阻挡的可能性了 那么这样以来的话 如果他现任以后就去干这个事的话 我觉得是十有八九能干成的 因为你要了解川建国他的性格 说一不二 非常果敢啊 我非常喜欢这个人啊 而且啊 川建国他如果能够阻挡的话 能够代表啊 广大的 中产阶级底层老百姓 我说的是美国老百姓的利益的话 来对抗这个共和党民主党 所代表的资本家财阀的利益的话 那他绝对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大事啊 很多美国人一定会支持川普的 你想想看 这一次川普竟然获得了美国历史上第二高的选票 七千万八千万的选民啊 都投都支持川普 说明川普在民间是有这个支持度的 所以他如果能够脱离共和党自己建党的话 而且这个党还不是川普党 也就是说川普根本就没有把个人利益放在眼里 而是把全美国人民的利益啊 放在眼里 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心里 所以这个党就叫爱国党 我是完全支持的啊 如果我能够参加这个党的话 我第一个参加啊 我要交党费 像很多成千上万的华人川粉一样 我太喜欢川普了 川普上任以来啊 短短四年 美国已经分裂成了一个什么程度啊 他才是真正的加速师啊 加速了美国的崩溃灭亡啊 很多反贼都说习近平你是改革的加速师 你一定会让中国啊 这个改革开放失败 让中国撞上篮墙 结果呢 四年过去了 习近平打败了川普啊 川普反而是分裂了美国 团结了所有中国人 所以川普的他的功劳是大大的啊 我支持川普继续 组建政党来分裂 美国啊 中国共产党一定要给他颁一个大大的奖牌啊 人民英雄啊 啊 这个余泽成第二啊 余泽成在世啊 中共的卧底能够搅乱美国真的是 做出巨大的贡献啊 当然呢 我刚刚都是开玩笑 呃 再来说一点严肃的事情啊 我觉得他即使托党去竞选的话 也是不大可能的 因为啊 现在啊 大家都知道了 美国的政治已经是两党制了 就是两党轮流作章 本质没有变 就是分赃的方式变了而已 啊 其实这个两党呢 都是为美国的资本家服务 财阀服务的 就是财阀的傀儡 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傀儡 你看看美国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 四代危机就已经表明了嘛 美国共和党民俗党本质都是为了财阀资本家利益而去服务的 他根本就不是为了美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所以呢 华尔街那些金融精英啊 那些产业金融资本都是赚的盆满钵满 但是老百姓呢 失业率居高不下啊 你参与不了这个全球化 你的工业在去工业化 去产业化啊 那些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润 控制成本啊 把那些很多产业都外移了 啊 所以呢 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很多铁锈带 那些地方的人啊 失业率极其高 犯罪率居高不下 没有办法从全球化获利 所以川普他代表的这个最广大啊 的这个中下层的美国百姓 他是不希望全球化的 他是去 他是希望去全球化啊 他是希望美国利益优先的 虽然川普能够代表这一群人的利益 但是呢 很不幸美国的政治已经是被共和党民主党所绑架了 你所有的声音你都发不出来 川普一个堂堂的美国总统竟然被推特给谨慎了 永久封锦了 你就能看到这个美国的民主 他是一个假民主 他是包装起来的一个幻境 所以川普即使他去组一个为了美国广大人民利益的党 这个党啊 估计也会遭到两党的联合绞杀 你更不要说民主党了 民主党对川普他是恨之入骨的 恨不得把川普投到监狱里面 恨不得他物理肉体性的消失 共和党呢 也是有很多党类的叛徒已经背叛川普了 已经跟川普切割了 所以啊 川普如果想要组一个第三个政党的话呢 虽然说资金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啊 他会遭到两党的联合 绞杀 而且呢 你把共和党的一大部分的票拉走了 共和党他也会找你麻烦啊 因为川普的一些粉丝呢 跟共和党是高度重叠的 所以川普如果想自立三头自行组党的话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 你会遭到共和党的清算啊 因为川普你第一次竞选 你就是啊 共和党搭的平台啊 你占了共和党的便宜啊 现在呢 你要把共和党甩掉 根本没有这个可能嘛 所以很不幸 这个消息啊 虽然说非常好 中国网友听了以后 反正我听了以后是非常高兴啊 因为如果川普能够组一个第三个政党的话 确实能够分裂美国 确实能够把美国包装 精心包装的这个环境给戳破 但是啊 咱们玩笑归玩笑 你要重视美国 你要重视美国那些精英啊 他不是白痴啊 他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川普 去组一个第三个政党 来分共和党的选票 来扰乱分裂美国 所以到今天为止啊 这个消息呢 也只不过是一个开心国而已啊 大家也不要太当真啊 川建国这个人呢 基本上已经政治生涯 基本上已经完蛋了啊 随着他这样一顿胡闹 基本上他也是退休生活啊 基本上他连那个安享晚年都不大可能了啊 他一定会遭到民主党的围堵啊 而且是啊 致命的追杀 不光是入狱了 人生安全都有可能问题 有问题了 所以把希望寄托于川普身上呢 我觉得不是一个理性的中国人的想法啊 中国人一定要自强 还是那句话 西方人 你不要随西方的节奏走 你做你的 你不要理他 毛泽东那句话真的是非常智慧的一句话 西方的一切挑衅 他都是要你追随他的步伐 都是要打乱你的步伐 所以呢 中国人 中国政府应该自己干自己的 不理他们 我不理会就行了嘛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随便调侃一下啊 喜欢我的网友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订阅 踊跃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